歡迎收看下午的節目 來到我們要財財經台發達趕進的環節 商務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李惠恆小姐 Hannah 你好 不如看看下午回來 開市之後的表現 恆志剛才升多了少少 現在升211點 22504點 而過期指數升103點 12543點 成家暫時有308億 期指升193點 22519點 高水14點 成家量有66000多張 也看看內地方面 下午開始的表現 持平沒有太大變化 上陣指數這刻升不足1點 2689點 而滑深300指數升不足1點 2968點 而深淨城市跌14點 11951點 上半週和Hannah做了半日總結環節 也跟進了不少股份 包括本地地產股 和電訊股 我都想和Hannah深密說一下 基建股 今早幾隻持續跌小 包括390 中國中鐵 現在跌1% 做3.02元 日中低位先見到3.01元 保持昨天的低位 另外一隻是中國鐵建1186 跌成3.8% 做5.25元 跌成2.01元 這兩隻基建股 跌幅比較大一點 反而見到中國藍車方面 有一點反彈 現在升1% 做6.04元 上半週的高位見過6.14元 但見到3.98元 藍車時代是繼續跌的 跌的是2.5% 23.25元 問一下Hannah 這些基建股 跌勢 你覺得會持續多久呢? 你說看回基本上見到 尤其是中國藍車和藍車時代電器 在昨天方面 就是它的跌幅相對來說比較大 其實兩者都是跌 約了14% 而今天來說 部份股份再有一個固硬 其實看回短線來說 已經進入了技術上的超買距 所以你說看預期 短線內 其實看回它的跌勢 有機會有一個是放緩 甚至有一個是技術性的反彈 但是你說看回前景方面 似乎那個不是太過看好 因為你看回今次來說 整件事故 其實反映回內地高鐵方面 個案來說是追求效率 但是你說看回安全性方面 似乎是有一個是考驗在這裏 你再看回未來方面 就是中央都會將整個高鐵項目 那個重點由以往的 就是追求一個在質量上的 一個是追求一個在數量上的增長 轉為就是追求一個在品質上的情況 你看回來方面 就是都會說在高鐵項目方面 都會加強它的品質監控 所以預計整個增長的步伐 有機會有一個進一步放緩的情況 你說看回去年方面 整個高鐵 整個內地方面 鐵路項目的投資 其實那個金額其實相當龐大 其實有7000億人民幣左右 但是你說看回今年來說 預計整個投資金額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你說看回早前來說 市場預計其實是會跌到下去 挨近6000億人民幣左右 但是你說看回在高鐵事故出現之後 其實有機會那種投資壓 甚至是低過6000億去到可 就是去到市場選擇比較悲觀的 就是最低的其實說到去到 就是4000億左右 你說看回其實當鐵路投資下跌 就是鐵路投資的金額下跌的話 就是意味著來近方面 比如說中國藍車也好 又或者是藍車自代電器 這些股份也好 其實它來近方面都會面對 訂單增長貨門的情況 所以說看回 雖然你說技術上短期之內 不排除會有一個反彈在 但是始終都是 看回整體方面 就是它那個前景 其實已經是有一個明顯的轉差 所以我也不建議 現階段投資者 就是買入博反彈 相對來說面對的風險會比較大 我想今天反彈最厲害的就是 5、6、9 中國自動化的 昨天急跌兩成下來 今天也有個不錯的反彈 升12.6%上來 現在做4.2毫升4.8 另外一個 都是做一些智能交通系統 就是1900 中國智能交通 表現一般的 只是回彈0.7% 做2.6毫升 只見過2.7毫升 我問一下Hannah 其實這些智能交通系統股份 之前也有炒作 今天的表現 為何這麼覺異 你說看回本身來說 就是中國自動化 其實它最主要來說 都是做一些安全和緊急控制的一個系統 你說看回今次來說 正正就是它出事的系統 就是和安全性有關的 所以你說看回今次這件事件 其實反映到整個高鐵項目 其實它安全系統上 有機會是有一個缺失在 所以你說未來方面 當你中央越來越重視 就是高鐵方面的安全 其實不排除對 這個是安全系統的需求 亦都會有一個是上升 所以你看到昨天方面 就是中國智能系統 中國自動化方面 有一個急跌的情況 是跌幅有成兩成那麼多 但是你說今天來說 其實已經是反彈了 接近13% 這一方面其實衝勁回 就是在未來方面 就是說它對安全系統的需求 就是有一個是上升的趨勢 的衝勁在這裡 至於你說 就是中國智能交通方面 就是見到今天來講的表現 不算太過理想 最起碼對比中國自動化方面 其實都不算有一個是很明顯的升幅 你說最主要其實看回 本身公司來講 雖然是做一個是智能化的一個系統 但是你說公司主要的一個是收入來源 都是來自一些收費公路 又或者其他等等 其實似乎就是跟高鐵項目有關的一些收入 佔比其實不算太高 令到炒作相對來說 是沒有那麼活躍 好啊 跟著昨天升得比較多的就是航空股 大家看看最新的表現 見到670多方航空升1.5% 做4.02元 升6元 然後方航空暫時沒有起跌 做5.17元 中國國航升1.86% 做8.23元 升1.5元 而北京首都機場升1.36% 3.72元 升5元 而美蘭機場做7.8元 那些航空股 好啊 經常都說的了 今次有個這樣的事故出來 叫做是受益的板塊 問問Hannah 但其實面對著高油價的話 今次這樣的事故發生 這個消息 對股價有一個利好的因素 是否都是比較短暫一點 你說看回今次來說 其實預計它的股價升幅 似乎都是一個短暫為主 你說其實高鐵事故 這次來講 意味著接下來有機會影響 一些搭高鐵的客人 轉回搭航空 這方面也會理好航空股的表現 但剛才Annie提及過了 目前現階段來說 其實油價都維持在 埋近100美元一桶的水平 其實油價仍然是偏高 對航空股來說 仍然是一個在成本上的壓力 再加上另一點就是要留意 就是市場傳出 例如說三大的航空公司 都有機會成立一個廉價的航空公司 其實要知道 廉價航空公司 在過往來說 其實經營效率 其實不算是太高 你說的利潤水平 相對來說 一般的航線來說 其實是比較低 你說成立一個廉價航空公司 有機會 會進一步壓縮三大航空公司的 無利率 以至是經營的利率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說前景不算是太好的情況下 我都建議投資者 如果持有航空股的話 都是設置指賞價 作為一個短線炒作為好 好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想和Hannah說一下藍籌股 為什麼呢 很難得見到中移動和匯控股價很接近 而今早長期的大部分時間 941中移動股價都是78元流上徘徊 亦都是長期高於匯控 我想很久大家都沒有見過 中移動股價高於匯豐 沒錯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和Hannah說一下這兩隻股份 現在恆指表現了 升近192點 接近22485點 國企指數升81點 接近12521點 成交暫時有322億 期指升179點 22505點 高速19點 成交量接近7萬張 內地方面 上陣指數升多了少少 升3點 2692點 而湖深300指數升3點 2971點 而深淨城指數升7點 11974點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 再見囉 再見囉 感谢观看